商朝末年 有新式的部落出了一个漂亮的美女 名叫泰四 她的美貌就像天上的仙女一样美丽 有一日 周文王在渭水之冰巧遇泰四 当场被她的美貌所吸引 于是就派人四处打听她的事情 在得知泰四生性仁爱 生活简朴之后 周文王决定迎举泰四 因当时渭水没有任何桥梁 周文王便决定在渭水打造很多小洲 周周相连之后变成浮桥 以此来迎举泰四 场面盛况空前 部落的人看到之后 都认为周文王和泰四 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认为他们的结合是天意 便赞颂他们是天作之和 于是天作之和 就被后世的人指为天意 撮合的婚姻 小编会常常新增影片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分享 谢谢观看